今天海灯节也是开启了第二阶段 也可以领取行秋皮肤和自选四星了 但是今天的走格子上了点难度 现在我就来教一下大家 第四关 我们先操作锅巴把一个箱子推到最上边 之后再操作月桂把箱子推到钥匙那里 因为线路不能重合 我们月桂从上面吃火腿 锅巴从左边吃 第五关 我们先操作锅巴吃到蓝色的钥匙 之后锅巴退回来 再操作月桂把箱子往红色的钥匙旁边推 推到这个位置后 让锅巴帮忙吃到红色钥匙 这时锅巴任务结束 可以吃鸡腿了 最后操作月桂吃到绿色钥匙 这样月桂也可以去吃鸡腿了 第六关 我们先操作月桂把左边的箱子推出来 再让锅巴反复推把箱子推到蓝色钥匙位置 吃到蓝色钥匙后 锅巴帮忙把箱子推到右边 之后锅巴就可以休息了 让月桂把刚刚推的箱子推下去 再回去把最后一个箱子推下来 再让锅巴帮忙推一下 这时锅巴就可以回去吃火腿了 最后月桂吃到红色钥匙 这样就大功告成 月桂和锅巴就都吃到火腿了 就可以吃到火腿了 接着火腿了